你知不知道 因为心脏病发作而入院的人 你以为胆固数一定高 但是每四个病人 三个人的胆固数水平是正常值 其中两个的胆固数水平还是最佳值 咦?什么时候说胆固数水平美 都会中心脏病? Hello 大家好 我是John Health Good 欢迎你来和我的YouTube Channel 这个频道是帮你和你家人做 两个名字的健康选择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 就记得订阅和按一下小铃 那么多我发新的影片 你就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刚才的统计是来自一份2000年至2006年的报告 调查了美国五十四十一间医院 在10万零三千位 因为心脏病发作而入院的病人 发觉到有77%的患者的LDL是正常值 即是低于130 和一半人的LDL水平已经是最佳值 最佳值就是低于100 你可以说他们以前曾经有心脏病发作 或者以前做手术的时候 有些血管都没通了 所以就算胆固醇低 也有可能有心脏病发作 不是的 这行研究找到有48000个心脏病发作的患者 过往没有任何心血管疾病 或者糖尿病的记录 一样都发现到7成的人的LDL水平是正常值 和42%是低于最佳值 简单说不理之前有否有心脏病 或者有否有糖尿病 都可以见到大多数因为心脏病而入院的人的 胆固醇 都是在胆固醇指标所建议的安全水平里面 更惊讶的是一共有21%是已经吃着 降胆固醇的药 这么说那些胆固醇指标说 如果你低于某个水平 就可以降低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体内好像没什么用 所以周不时就会听到有些人 40多岁无端的心脏病而死 或者听过有些人明明吃得很清淡 不吃饱和脂肪 但是都要入院通波仔 明明他们有心血管阻塞 但他们胆固醇的level从来没出现过问题 也有人说 LDL高会提高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再看这个table 对这23%的人高LDL的病人 确实还有心脏病 如果你谁都要连结起来 只看这23%的人群 一定可以显示到LDL和心脏病有相关性 但是你不要忘记 你这里有77%的人的胆固醇level是正常值 换句话来说 吃到这么清淡 说不吃饱和脂肪 连煮菜一滴油都不敢用 又吃药来控制胆固醇 结果都是可以的 其实呢 有很多报告已经证实了 胆固醇的level和心血管疾病是无关的 聪明的人一看 就知道心脏病真正空手 是零有其人 不可以单单用LDL来决定一个人 有不有心脏病风险 最搞笑的是这份报告的结论 竟然在 这个研究中鼓励 目前的胆固醇指南 应该将LDL的指标改到这么低 有没有搞错啊 这个报告其实是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 所出的一个program 叫Get with the Guidelines 意思是说要鼓励大家 跟从胆固醇指南 还有是一间制药公司叫Merck赞助的 当得到的结果不符合他们所有的结果 就说应该将LDL的指标改到更低 因为没面子嘛 出了胆固醇的指南叫大家根 但是帮不到人 由于现有心脏病 所谓的死鸡撑犯改 又或者 要令到更多人 需要用药物来降低胆固醇 最后受益的 都是这些制药公司 这里我就不说多了 在西班牙做了一个调查 从一个program叫PISA 从4000多个人 根据这个criteria 就找到有1779个人 是没有心脏管疾病的风险 这群人群称为CVRF3 在这1779个人 又找到740个人 符合最佳没有心脏管疾病风险的条件 就是这个条件 他们称为CVRF Optimal 当他们去看他们血管的时候 发现到这些根据他们的指南 应该没有心脏管疾病风险的人 在CVRF3的人群 有50%人有动物触氧硬化 只是说血管里面找到有办法 而在最佳人群中 CVRF Optimal 有三分一人有办法 这个finding和之前分享的美国报告 是一致的 我们再次见到 胆高尚测试的标准 真的决定不到一个人 是不是有心血股疾病的风险 但是这个报告的结论说 很多没有心血股疾病风险的人 依然有办法 这个报告鼓励要找更有效的LDL降低方法 来预防办法 即时被认为最佳无风险的人群 都要再降低 OK 他们这么说 那是不是真的要跟他们的建议 要更低的LDL level 才没有心血股疾病的风险呢? 这份报告收集了15年 共2万美国人的数据 发现到LDL和全因死亡率 是一个U型的关系 全因死亡就是包括全部死亡 不仅是看有关心血股疾病 另一份报告收集了9年 共有10万丹麦人的数据 发现到一样的趋势 都是一个U型的Graph 简单说 胆高尚越高 死亡率增加 胆高尚越低 死亡率一样增加 死得啦 他又死低又死 胆高尚不可以乱按你降低 LDL不是越低就越好 因为胆高尚对我们的身体实在是太重要了 而大部分的胆高尚都是身体自己制造的 既然是身体自己制造 就一定有原因 不是用来失去你的血管 想要了解更多关于胆高尚 可以看一下这个视频 我这个视频不是跟你说 如果你有高胆高尚 就完全不用理 尤其是高LDL和低HDL胆高尚的人 又或者有一种遗传病 叫家族性高胆高尚的血症 那就例外了 如果你不是上面提到的两种人 食药只可以治病 但是要治本的话 就要降低身体的炎症了 因为真正心肿命的空手不是胆高尚 而是慢性炎症 所以是时候转移我们的focus 去看一下怎样降低炎症 而不是一味降低胆高尚 这个我会下次更仔细的解释 如果我发了影片 我就会放在这里 还没的话就敬请等待 如果这个视频有帮到你的话 就麻烦大家帮帮忙分享出去 给更多人看这个视频 多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在下个视频见 拜拜